警方将纸箱打开 看似是一般的USB传输线 里面却夹长毒品 这起国际运毒走势案发生在今年4月 刑事局真三大队联合官务署查出 从马来西亚寄出的两大箱 共201条USB传输线 国际包裹油轨 经过海关进行检验 果然发现里面夹长 总重达6.4公斤的Ketamin毒品 在今年4月 朝后一起从马来西亚、西兰本国的 国际毒品邮包案件 我们调查发现 这个贩毒集团 它是利用200米1条的USB传输线 夹长大量的Ketamin 最后我们与官务署联合之下 我们从里面起出了 毛重6.4公斤的Ketamin 检验方面调查发现 这个贩毒集团分工精细 利用层层转手领取毒品包裹 想要躲避警方查气 不过还是拦逃警方法眼 兵分多路分别在 新北市新店中和及桃园龟山 逮捕三名嫌犯 在国内会有第一层的局信犯 写来负责收领包裹 那其实在收领包裹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都非常谨慎 会派一些小医疯在附近去做一个巡视 其次他们在利用冰囊摊当作一个据点 实际上是要掩人耳目 不让将近注意 然后这个第二层的王姓范贤 实际上躲在冰囊摊内 会与这个第一层的徐姓范贤进行联系 然后当徐姓范贤交给王姓范贤之后呢 这个王姓范贤 他会再往第三层幕后的这个首脑来进行联系 然后呢 当这个陈姓范贤拿到包裹之后 自然再把这个首脑交给王姓范贤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陈姓范贤遭深压获准 这也是国内手中利用USB传输线运毒的案件 警方强调将依据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的 塑毒追人断金流模式 全力瓦解制造运送及贩毒组织 维护国人健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